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是高居不下 后签约杨密西夏公司 片约不短 更是参加跑男的节目录制 让她的曝光率再次提升 和杨密合作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让人印象深刻 近日大火的一千零一夜 更是收拾爆表 在上学期间的她竟然被人推到小水沟中 不敢告诉家人 心疼 No.3刘涛自出道以来就备受关注 在《环珠格格3》中饰演的《木杀》让人印象深刻 《敢爱敢汉》《天龙八部》中的《阿珠》《狼牙榜》和《欢乐颂》都是她近年的大剧 在综艺节目中 她的嫌妻良母形象深入人心 一个人把活都干了 完全嫌不下来 这样的嫌惠让网友感慨 王可娶了她 真是有福气 但是这样的好的刘涛 在上学的时候也曾遭遇过校园暴力 被同桌暴力解决三八戒 如果逾越就会遭到拳头 小小年纪经历这些让人心疼 No.4马思纯 近年来这个小花蛋一位拍摄电影 一跃几近一线小花 有网友说是靠着小姨讲文力的关系 但是在近日的《欢乐之城》中她却用自己的演技打脸网友 王妃更是用演技炸裂来形容她的表演 那只这么温柔有诗意的她 也曾在学校的时候遭遇暴力 被同学欺负 把粉笔墨和脱布脏水混合一块的可乐喝 当时不敢违抗就喝了 让人心疼 遭受校园暴力的女星 我们下期见到这些小花蛋一位拍摄电影